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亚太联播节目 我是安培 六四事件23周年前夕 当年国务院发言人袁穆 星期三回答了本台记者的电话访问 在被问及六四事件及近期的陈希同亲述一书时 他说 是高层的事情 电话里说不清楚 三言两语 讲不明 天安门母亲丁子林通过本台敦促袁穆说出真相 为时未婉 请看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 1989年六四事件后 袁穆在6日的官方新闻发布会称 只死了23位学生 她的名字从那时起广为世人所知 即去年出版李鹏日记后 今年再有关键人物借出书撇清六四责任 曾被以贪污罪判刑16年的前北京市长陈希同 在即将出版的《陈希同口述》中否认是首都戒严部队政指挥 更否认当年向邓小平谎报军情导致部队镇压群众 继此 本台星期三致电现年84岁 从不接受境外媒体采访的原目 在谈到《陈希同口述》重口硕经 难硕针一书要理清历史责任时 她已电话里说不清楚 不做 进一步回应 记者先从她的身体状况谈起 现在怎么样 身体 打网球吗 现在 那行 每个星期打几次啊 不这么打 年龄大了 您现在退休了 做些什么呢 平时 休也 没什么太多 最近陈希同有本书 您知道吧 我不太记住 他口述当年呢 我没看 他说他不是六四正指挥啊 记者追问六四的看法 他说在电话中说不清楚 三言两语道不明 人家说他是六四的正指挥 他说我不是正指挥 说他跟邓小平谎报军情才导致六四的 他说他根本就没去过邓小平家里头 他去过吗 我不知道 我不太清楚高层的事啊 已经过了23年了 您对当年这个事情 您有什么看法 我电话上也说不清楚 但你俩语言说不明白 那么你十二五不得已经说 你别问我了 你找这个了解情况的人去问 您说两句也行啊 对吧 谢谢 六四前 袁牧曾多次代表政府和学生对话 六四事件两天后 他就此在新闻发布会上称 死亡人数中军队和地方加在一起的初步统计数字是近300人 当中包括23名是北京各个大学的学生 他又在6月17日接受美国电视台访问时表示 戒严部队在天安门广场执行清场任务的过程中 没有死一个人 没有压伤一个人 外界对此强烈质疑指袁牧歪曲事实掩盖真相 至于他所说 只有23名学生死亡 对此他的妻子前《光明日报》编辑王赫 曾在十多年前告诉记者 这些数字是李鹏当年向袁牧转达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决定 责任不在他的丈夫 对此天安门母亲丁子玲周三表示 想通过本台向袁牧传话 我愿意通过你们奉劝他 他现在说出真相 迷护自己过去的罪过 还为时未晚 希望他争取时日 四川浪中基督教家庭教会聚会场所 星期三上午遭当地20多名公安捣毁 并运走信徒的用品并扣押 该教会的李明牧师告诉本台 当局前一天上门警告信徒 限期两天自行拆除 但一天之后记忆派人抢拆聚会点 还连续两天传唤怀孕7个月的信徒 请看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 浪中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和七里派出所 星期三上午抢拆浪中家庭教会聚会场所 该教会李明牧师当天上午告诉本台领队的是 国保大队副队长杨川 被扣押的物品清单称 谢德岳非法以社团名义活动扣押物品作为证据 被扣押的包括挂式十字袖 十字架 书籍 讲台等 谢德岳获释后告诉记者 2011年1月3号的凌晨两点 资产数千万的江苏南通洪峰利莱木业公司 遭到南通市巴士人黑社会性质的袭击 法院事后仅判处赔偿4000元 本台调查报道的栏目主持人白帆 对此进行了详细追踪 下面请看第二部分 许丽燕回忆起公司被打砸抢的经过说 那个晚上的袭击并不是第一次 在3月3号来了十几个人 我也没在乎他 就是我一个人在家 在家我是什么意思啊 我说这个三家 你们得给我搁把手机就搬 这么上97300 这样吧 我不是不讲理 你看怎么说 这样呢 我们也不要钱 就是做人最低的底下的都不给我 就是生死都不给我 我说这样的 你帮我住个地 咱们也说你过不过度 我说我住个地 我说你帮我帮出去 你看行不行 就这么想做人的底线 他说你是谁 就骂我 我说我告诉你 我说我儿子都比你瘦了大 我说你不要这样 我说你要尊重我的人格 既然这样的 我的人子 我醉样都没有 我说我还要什么 我说我告诉他 随时可以挑战 我说无所谓 我的尊严都没有 人都没有 我说我怕你什么 我说这样的 我今年56岁了 我说这样的 我就没理他 那天也没敢动 没敢动 他们就走了 走了那天 我老公也不瞧瞧 你真的急得要死 一家人都是老实人 我老公就急得 跌倒送疯了 他们疯狂猖狂的 简直嚣张的不得了 把我隔壁的 那个草业公司 因为我们的合同 同时我们两家 同时建房 同时租的合同 合同都是为五年 它是草业公司 把那两个老板娘的 八年多钟 就被从那个 睡觉穿乳罩和三角护杂 就拖出来了 拖出以后 就是就干脆 就拽个头脱出去 我们员工吓傻了 由于这些 捣毁公司的人 身份不明 张静国等人 马上向公安报警 但是最后的结果 却让他们感到十分意外 徐立焰介绍说 报警 我们报的警察的误来 就这样的 就把我隔壁的邻居 就是草业公司 没有十分钟罢完了 罢完以后 就来罢我们家来了 当时我的小孩 是卸一居人 可是基金的时候 把手破坏 再会是在我们南投手术的 他在家休假 也在休假 就是他在家呀 准备签字 让他逼着签字 签字呢 他在家就拆了一部分了 后来他说 那就给你个面子吧 签七天 我这个当兵这个儿子 叫张静多 就签了 签了以后呢 我们就给我打电话 妈呀不得了了 咱们家 你住那个 我住的地方哈 那这就我跟你说 就是我把日本鬼子 就比日本鬼子还差不多 把我的处处 那个就是窗门窗 我的衣服 我的什么 就是有效证件 就我个人有效证件 包括存了一些古物 哪个老板不存一些古物啊 我这喜爱的东西 我最让我伤心的是 我一个水晶石眼镜 就是我家里 200多年以前的眼镜 这个眼镜也都没了 我就赶紧连个行李 连个布丝都没有了 连个衣服都没有了 连那个旁着装修的 那个靶子都没了 就是这说三个日子 就这样 以上就是今天的 亚太联播节目 欢迎大家登陆 我们的网站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安培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